平川说人静 天天聊不说 大家好 我是平川 话说还有一周就要过年了 各位观众老爷们 你们放假了没有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巅峰对决 是一场人鬼大战 希望大家喜欢 好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身点位 地图选择的是NI 北部主导 出身在地图左下角是蓝色的人族ID 是Infin 我们国内最顶尖的人族选手之一 不过呢 这两年的话Infin也是很少打比赛 喜欢用随机在天地上各种秀 本场对抗难得他随机到了人族 好 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 出身在地图的右上角一名红色的亡灵ID 叫Fanily 其实就是我们国内最顶尖的亡灵选手 110 目前110世界排名第二 世界第一排名是谁 大家猜一猜 好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首发英雄 亡灵这边首发的是DK死亡骑士 家里的话很早放下了坟场 还是一个科技蜘蛛流的打法 那前期的话DK作战部队不是特别的多 好 我们看一下Infin这边选择 双方在O服上相见 打的都格外的认真 毕竟都是高手对决 好 看一下Infin这边 首发的是大法师 开局中规中矩 不出意外的话 Infin前期是一个开分框的打法 前期步兵稍微侦查一下 哎呀 小尸生已经过来了 好 双方打个招呼 小尸生并没有理他过来继续确认一下 说还履行自己的职责 好 这里必要的点啊 看管一下 好 接下来看看双方的一个博弈 人族的步兵也去对方侦查一下 大法师走出祭坛 开局的话拉了四个 五个名兵过来 还是练一下旁边的小弟啊 332 小尸生也是第一时间侦查的 哎 小尸生想过来摸一下吗 有想法啊 大法师还是先把他给赶跑再说 小尸生是过来勾了一个罐 哎呦 现在这个选手的细节真的是非常的细啊 好 过来的话打了一个贵族投环 我们看一下DK DK这里的话 看看运气怎么样 打那个加速手套 好 加速手套打完 那接下来大法师要练分框了是不是 看看民兵 好 民兵要敲了 这一波的话又是敲了五个民兵 DK练完第一个小点 然后小步兵也是侦查到了DK的一个重效啊 接下来先把小尸生给干掉 不过小尸生好像是被野怪给反补掉了 那这一波大法师要开练了啊 看看运气怎么样 这个五级蓝胖子 DK的话也没有第一时间赶过来啊 继续练 是不是要练到二级啊 有了光完之后再过来骚扰 蓝胖子解决 哇 好东西啊 上来的话 大法师整了一个加九的攻击之招 再加上之前的一个贵族投环 上来大法师的装备前期来说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啊 攻击直接加十一 哇 简直就是行走的炮台啊 那DK过来的话 走位稍微要小心一点了 这里 哎 想去偷对方的怪 哎呀 不必没有贝贝杀的啊 竟然破口了啊 把骷髅给干掉 十二滴血 完整撤退 这里边我们看一下大法师又整了一个什么装备 小运人一练 练完这一波的话离三级是越来越近 一到三级二级水元素 可以说大法师会非常非常的猛 好 打了个幻象权杖 这边DK赶了过来 状态很不错啊 这边的话这一个蜘蛛也过来了 上来 刚好抓到人族开分框 那第一时间还是杀一些小农民 哎呀 这里差点被围杀啊 幸好是一个残血的水元素 把残血水元素塞掉 直接破口啊 蜘蛛逃出升天 那这里又开始屠农了 DK走位要小心一点 大法师这个输出太高了啊 一直在点这个DK 那DK的话马上状态就不太行 这里靠骷髅继续杀小农民 另外一边 这两个步兵在追杀这个蜘蛛啊 过于追的有点深入了 这里的话 哎呀 DK的状态有点差 这大法师装备太好了 大法师差两人经验值到三 那DK扛不住了 先撤一下 那人族分框可以正常开出来 太不容易了呀 接下来大法师有可能会追到DK家里去 DK只能窝在家里不敢出来呀 这大法师的装备太好 大法师看看 有没有地方再蹭一个小怪啊 练到三级 确实小游人先练一下 这边大法师的幻象 珍查一下 看看王林的一个动态 好 DK在家里 在家里就放心了啊 大法师到三级 接下来就可以整DK了 哎呦 这一局大法师的装备确实很不错 那接下来王林怎么打 二本生蚝 蜘蛛开始量产 二发一个巫妖 巫妖一出来 诺瓦砸一下这个步兵 那人族我们看一下 步兵不知道有没有生蚝顶顿啊 生蚝顶顿的话 不是很怕这个蜘蛛 这边大法师偷偷的点一下DK 细节非常细 就偷偷点你DK 这DK赶紧往后跑一下 人族也不要太过于深入 万一追到王林家里 去背冰塔一打也很伤 现在人族就是尽量啊 保证自己的分框不受干扰 然后顺势练练几 DK DK现在状态有点差 二级半 这边人族分框顺利开了出来 而且已经开始升本了 那由于人族开局巨大优势 所以说暂时都没有放藤塔啊 直接升本 大法师要买一个鞋了 买一个鞋追着你DK 各种追杀 DK要等自己的力取过来 看看巫妖要不要买个血瓶啊 暂时没有买 直接升三本 哎呀 这里没有去买这个骷髅棒吗 买个骷髅棒啊 练击也方便 这里大法师还在追杀DK 这一局的DK游戏体验有点差 大法师实在是太刚了 这里蜘蛛稍微追杀一下 DK再练练级 先把自己练到三级再说 现在二级确实见到大法师 有点扛不住啊 大法师这个装备有点好 好 看看练下门口的这个544 看能不能打一个大雪或者是大篮 人族分框 稍微开始补塔了 DK发育起来的话还是很凶 这边大法师继续去追杀一下 哎 步兵也过来了 这里刚好抓到了亡灵练级 打了一个什么装备 我们看一下 哇 刚好打了个大篮 大法师偷偷的再点一下DK的一个血量 DK赶紧跑 另外一边 看看乌要立物啊 一方诺砸下去 步兵有点扛不住啊 这步兵现在的话就是换时间 力取现在暂时没有把大篮给磕掉 好 加雪出来了 补一下状态 那王林有补起之后 人族现在 哎哎哎 DK 看能有没有DK DK能不能杀一杀 DK的话被靠商店 想杀有点难 王林的话也是一直在偷偷点大法师的一个血量啊 双方都是各种蹭 你蹭我一下 我蹭你一下啊 就是不进去是吧 好 我们看一下 这里加雪车 继续一加人族步兵 进去小屠弄 你现在力取 现在力取的话 又来了啊 马上一发诺瓦砸下去 好 这里DK也在卖血 哎呦 大法师想来点DK DK的话还是非常谨慎 没有吃血瓶 哎 这里居然A一下自己的这个地穴 好 这一波打完的话 人族拖了非常多的一个时间啊 我们看一下 二本已经升好了 二本升好啊 发一个山丘 目前资源的话差一点啊 可以升三本 刚好的时候直接升三本 那人族还得继续拖 哎呦 人族从二本拖到三本 说实话难度还是有点大 幸好这一局 因为前季开局优势比较好啊 节奏也很不错 好 这里看看王林继续练一下 那DK的话 在家里稍微防守一下 怕人族又绕过来骚扰 让自己的力取慢慢发育 王林三本马上升好 这里的话买个球给自己的力取 然后三发一个什么英雄啊 就可以开始进攻人族的分框了 一般节奏都是这么打 看看这里大法师啊 去骚扰的空间也是比较有限了 自己也是练练级 主要还是要等自己的山丘出来啊 单山丘等级练高了才有得打 大法师的话成长空间啊 毕竟有限 好这里的话力取 哇又打了一个蓝石 这大蓝加蓝石 哇这一局的话力取 这感觉这个诺瓦砸的会非常的多啊 DK到了三级 这个蓝石给了DK DK可以无限C了 家里看看要不要去三发一个什么英雄 目前啊 王林的话资源不太够 现在一百多块钱 三发一个要四百多块钱 差一点 这里的话看看要不要拆一拆 人族这个分框 哇人族这个建筑学实在是太好了 完全就把自己的小农民给卡住 你想过来去拆 只能先把塔给拆掉 那现在王林选择拆塔啊 人族大部队还在练几 大法师 大法师回来守一波 单传过来 然后双心练一下自己的山丘 这里想杀力气吗 一发C抬了一起来 我现在由于人族建筑学很不错啊 可以拖非常多的时间 人族耗这个时间慢慢去发育一下 好山丘回来了 这里一个锤吧 DK现在的魔法值 也消耗的差不多啊 只有两发C了 这里老机会 那要不要杀蜘蛛 上来哇 直接 青贼先擒王 秒你DK 但是想查DK有点难 DK一发C 一发诺瓦想破口 这里还是要交TP的吧 哎 这什么情况啊 直接被杀了 哇 那这一波被秒之后 我们看一下山丘 要趁胜追击 想杀力气 老机气往后撤一下 这里有毁灭啊 各种吸一下这个水元素 山丘有点扛不住了 赶紧往里面躲一会儿 回来戒指给了山丘 恢复一下血量力气继续选择压制 继续选择压制 目前人足的话冰力还是属于中空气 三本的话刚升好 三本冰还没有出来 先先出点飞机 消耗一下这个毁灭 水元素继续招 但毁灭继续吸 山丘的话 好一个锤 现在没有DK啊 力气还是有点危险 好 大法师 依靠自己的高攻击 继续追杀一下这个力气 山丘 没有蓝呀 好 DK买了回来 一发C直接抬回来了 这一波抬回来之后 哦呦 山丘又一个锤 直接吃了一个大蓝 DKDKDK又要交TP吗 这已经被打得非常的凶啊 上了一发诺瓦 捡你一个素 一个锤还是锤出来了 哦 幸好幸好啊 这个DK的血量比较的厚 这里大法师还在追杀 一个加血车 哦 还是叫了一个TP 还是叫了一个TP 哇 双方都是拼得非常的极限 那这一波DK撤退回家 力气啊 继续选择进攻 不过现在的话 王林这个资源有点差 本来可以三发一个音效 没想到自己的DK阵亡 那现在三发没钱啊 只能慢慢拆 慢慢拆 上来山丘 杀疯了呀 又想杀猎犬 请贼先请王是吧 这里王林也是第一时间 先把人组这个飞机给往下来 山丘 哇 很极限啊 这个山丘阵亡 这里盛光一照 力气也阵亡了 这一波打完看看 DK的状态不是特别好 血瓶身上一个血瓶 一发C 血瓶还是捏在手里 捏得非常的紧 这一级 英飞的装备 有些前击好啊 继续滚雪球 啊 这里王林的话 有一些小操作小事 我刚才DK 是吧 就回程没有交出来 这一波的话 DK晚来了一步 好 力气继续买出来 四季力气花了不少钱 这里毁灭飘起来 先把水元素解决一下 人组这个飞机还是有点多啊 飞机要慢慢处理 双方又开始硬钢操作了 这一波一发C 把蜘蛛给抬起来 王林这个状态不是特别好 这一级英飞好像全程压制 打得非常的舒服 身上的话 大法师已经有火球了 这里DK 哇呀 赶紧吃个血瓶 非常的极限 那这里双方消耗的差不多了 王林有两辆车子 补给问题解决 那接下来人组 看看山丘马上再复活了 还是王林有钱啊 王林的话单矿英雄各种买 人组双矿 这山丘竟然不舍得买啊 好 我们看一下王林 再继续发育一下 先把双英雄等级 立去看看能不能踢到五级啊 五级之后三级挪啊 你英雄都站不住 飞机 解决一下这边 控一下人口啊 控制在五十人口以内 那里DK 看看整了一个什么装备啊 马上到四级 四级之后可以考虑生个赤啊 这样就没有那么危险了 那现在人组的山丘等级有点高 什么二级多 这打下去要到三级了 现在人组出骑士 继续疯狂的补一下等级 只要把山丘 还有这个圣骑士 升到三级 那后面秒英雄就更猛了 那里DK 终于是升到了四级 立去的话也是四级半啊 打了一个水晶球 这个粉撒一撒 看看人组 有没有继续去拖分框 好 这里勾出来 开练啊 继续开练 练大点 看一下这个猛马 能不能掉一个好装备 八级猛马人啊 看起来非常猛 大法师还要吃经验纸吗 好吧 大法师也想到五级 五三三 后面等级就非常舒服了 这里王林 要和你对练一下 力气四级半 DK 四级多一点点 王林的话 这一级说经济不太好啊 没有三发一个英雄 好 我们看一下 这里大法师终于自觉 绕一下经验纸了 上来打了一个 哇 加十二的公爪 要给大法师吗 再给大法师的话 这一级大法师是猛的一批啊 这边加五加九 格子满了呀 单床要不要卖掉 好 山丘还有圣骑士继续练 这边山丘练完可以到三 圣骑士离三也不远了 王林这里的话 你看 飞机随时侦察王林的一个动向 王林也过来练一个大点 再练下去 力气也要到五级 大法师继续绕进阅 山丘金光一闪 升到了三级 圣骑士也快了啊 山丘要不要考虑练一下啊 不用让 山正骑士也到了三 那接下来 人足马上是四三三啊 差一点就五三三了 这一波开始可以正面刚了 这个加十二的公爪不给大法师吗 大法师加五加九 好吧 看看卖完什么装备调整一下 哇 加十二公爪直接卖掉 大法师也是把一个加九的公爪卖掉了 那打到后期的话 英雄靠物理攻击不太行 还是要靠技能吃饭 好 看看双方一个人口 英肥现在已经报到了七十二 王林现在是四十九 王林这一局经济有点炸 那接下来还是正面硬刚 人足的走位要小心一点 毕竟王林等级也是有点高 一界面DK直接回城 这面对对方这三流氓 确实有点靠不住啊 先交个TP 回城为进 有一个加血车被留了下来 加血车好像也没有东西能把它给留下来 这一波王林看看要不要报人口 还是压四十九人口 好 这一局我们可以看到 一二零后期也出女妖了 确实 对于王林打这个人足的后期 Happy 世界第一 Happy就是非常喜欢出女妖 但据说女妖好像就一个 就她一个人的用的 其他人的话用的好像就是没有那么优秀 一方面是这个女妖的操作 大家不太习惯 哇 关键时刻 因为这出了两辆坦克 可以 出两辆坦克 和你牵制一下 然后大部队就绕了过来 这两辆坦克确实让王林很难受啊 坦克现在是零攻一防 好 你追坦克 我大部队就去你家拆建筑了 上来杀一条小狗 也谨慎 王林家的不能随便去啊 有可能有去无回 稍微占点便宜就撤 诶 这里想杀大法师 蜘蛛往一下 蜘蛛卡一下位置 这里DK先一个锤 把DK给锤晕了 听说你想杀我大法师 三级圣骑士 二级圣关 哪一口 这一波没有留下来 坦克 看看坦克要不要找个机会继续去拆 好 坦克继续绕 哇 人族又开了一个分框 这一级因为不当人了呀 继续扩大自己的优势啊 滚雪球 开了自己的第二片分框 现在是三框 打王林的单框 这打下去王林能忍吗 那这里的话 王林已经发现了人族的分框 接下来要找机会去拆一拆 这不拆的话是真不行了 这越滚雪球的话 人族后面更加很难打 大法师差个39点进 马上到5 你敢去拆 那我就去拆你的主基地 那王林开始分兵了 好上来NCA 先把大法师的状态消耗一下 山丘锤一下DK 我现在DK的血量很厚啊 一个二级风暴 就对他来说问题不大 一个避难 这里一个锤 留下你女妖吧 这里升级式 非常自觉直接把无敌交了出来 大法师赶紧交TP 另外的话 王林这里分了一波蜘蛛 来去拆王林这个分框 那人族也分了一波兵 有双方各种多线操作 好 把大法师赶跑之后啊 主框安枕无忧 耀令终于可以抽空过来啊 所有火力来集中拆一下这个分框了 有因非这里还出了一个炮塔 这个炮塔的话就很硬了 蜘蛛的话被炮塔打得有点伤啊 DK一发子也先抬一下血量 这里人族转一些小炮了 小炮加上破法往前一顶 刚才团战的过程中 这里女妖还占据到了一个骑士 飞机 哎呦飞机怎么冲得太翘前了啊 没有等大部队过来直接冲 那先把你飞机给解决一下 人族也可以控制一些人口出来 好 两个幻象骑士 看看女妖会不会占据啊 要是占据就有意思了 这里没有占据 没有占据 看一下王林现在开始拆 人族现在是79人口 王林这个人口爆的非常快 刚才才49 现在爆到了70 双方的话差距8人口 人族78人口 王林的话68人口 差距10人口 这一波的话 王林所有的部队硬拆 还应该可以把这个分框给拆掉 但蜘蛛的状态也是有点差啊 人族还在等自己大部队过来会合 分框拆完 人族也没有硬钢 还在等自己的部队过来 其实作战人口的话 人族其实感慨并不是很多 这一波的话 家里我这个小炮的数量有点多啊 两个小炮 这里的话三个五个小炮 小炮呢主要是对付王林的这个女妖啊 这个骑士打女妖不太行 因为女妖会把骑士给占据掉 但是小炮不一样 小炮的话在部队的后面 然后这个攻击的距离也很远 先把你的女妖轰保来 上来物往NC解决一个小炮 那王林后面慢慢给你打消耗 真拿他没办法 山丘必须把他们留下来一个啊 这里王林还出了一个角落车 角落车是吧身够瘟疫 哎呦后面的话这个输出也是很客观 这里人族往前一冲 这王林后期太强了啊 虽然说人族是吧 前中期一直巨大优势 但是打后期的话 王林还是很强 好这里小炮的数量 哇一二三四五六 这里的话六个小炮 开始轰这边的女妖 女妖没有占据的一个空间 赶紧拉扯开来 那王林的部队被打散了 上来杀了你一个力气 然后大法师也阵亡双方互换一个英雄 但是这里的话 这里的话 人族的部队还是依然非常多 65人口 王林只有50人口了 哇 蜘蛛被小炮轰的全部一丝人血 山丘升到了四级 那这一波王林的阵型被打散了 很难打了 这一波 骑士啊 带着绿帽子赶紧跑 这边的话 骑士就圣集是继续追杀残余的一些部队 想把力气给买出来 有钱吗 爸爸的快捷买了出来 山丘继续追杀杀你一个蜘蛛 人族大法师也买了出来 双方都有钱 接下来又开始拼残局了 DK有C 可以考虑C一下自己的力气 还是想杀英雄 我们看一下这边一个选择 还是想杀大法师 但是 圣骑士过来了呀 一个奶奶了回来 然后力气再一次阵亡 那这一波DK 故障难免 只能打出界界 我们恭喜英飞 好 这一局的话 英飞开局一个不错的装备 然后滚雪球 不过到后期的话 还是捏了一把汗 亡灵女妖亦多 骑士扛不住 赶紧转小炮 好 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一波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